各位長官好 這個剩下79天就要投票了 我不曉得就是法律部和我們相關單位 有沒有能力確保一個公平公正乾淨的選舉 我們絕對也全力以赴 那現在最高檢 他也統合了所有的檢警調聯以及移民 各個單位要同力合作 來防渡所有的妨礙選舉的案件 部長你剛剛也講說嚴懲就是最具體的宣導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看看 看你們能夠嚴懲然後真的具體的 來落實你們在這邊所承諾的這些事情 今天的報告我大概看了一下 其實寫的這文章是蠻漂亮的啦 就是說第一個前言講 公平選舉係民主政治及國家聯盟之基石 這開裝民意你們就講了 而且報告裡面也提到說 要全力來防治 包括匯選啦 暴力啦 境外勢力啦 假訊息啦 這些等等的 無底線 無上線 無實線 那再來呢 報告也提到就是說 檢察機關將積極指揮司法 檢察機關重研重訴偵辦 防止大選期間 假訊息影響選情 並即時通報刪除下架 這你們都寫得很清楚 結論再度強調 我國為高度民主法治國家 乾淨的選舉 是國家聯能的基石 老實講我百分之百 同意你們報告所寫的 百分之百同意 但是怎麼做 做得到嗎 所以我開眾民也問你 你們有沒有能力確保 好 我在這邊 我就跟部長再回顧一下 這個月 我的兩次總質詢 我提出來的 好 十月三號 預算總質詢 我問陳建仁院長 院長說 立法院 立法委員審查國家預算 是法定職責 官方部長邱國正 當場也說 潛艦預算是公開預算 總一把08年到今天都是 昨天 包括現在 我們在隔壁委員會審查 潛艦預算就是公開預算 公開審查 這個是部長都講的 那十月六號 施政總質詢 我再度問 官方部長邱部長說 他說啦 我啦 我平常問政理性認真 從來沒有阻礙過國防的發展 也很支持國防 這是有國會紀錄的 好 那所以不管是邱部長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陳建仁也好 他確認了第一個 審查預算 問政這本來都是立委的法定職責 好 然後呢 我有沒有黨國防 沒有 支持國防 而且 依法行使我立委的職責 但是 至今 地方上 有參選人 四處掛看板 說 我黨潛艦 組國防的看板 當天 我也質詢了 部長你在場你也承諾 你說 只要違法 我們一定要查 尤其在選舉期間 為了維持選舉的公平 會要求各地檢署 落實選舉查查工作 那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請問啊 他們掛這樣的看板 到底是不是假訊息 跟委員說明 那委員指教的那個個案 我 會後我就立即交由他們高檢署 轉交給承辦的檢查機關來處理 所以應該個案上都已經在處理當中 好 那這樣齁 結果呢 這個事情齁 不但現在 還在 10月23號 民進黨中央 甚至直接開記者會喔 發布CF 然後說我賣國 請問部長 這個提案審查預算 是賣國嗎 他就用一個說我提案凍結預算 然後賣國 是這樣嗎 請問 提案凍結預算 是不是賣國 部長 我尊重委員在審查預算 給我們行政單位的指教 那 那是不是賣國嗎 那我想 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嚴重 是不是 是不是那由這個看來承辦的單位來認定 那我想審查預算本來就是委員的職權 對嘛 那他這樣子公然 而且現在民進黨的黨中央臉書上面 還一樣掛著 然後四處這樣子抹黑 這不會影響選舉嗎 這不是刻意影響選舉嗎 那請問 你們講的乾淨選舉 是講假的嗎 那這樣的事情你們都視而不見嗎 是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 部長 我剛剛一直問你 提案凍結預算 是不是賣國 你沒有辦法回答我 你說要看個案 那我讓你看一些個案好不好 這些都是個案 從過去到現在 潛艦F16V 新式高架機 提案的委員都在上面 有藍綠兩檔還有五檔的 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 來 羅智政有沒有賣國 王定也有賣國 林昌主有賣國 蔡思英有沒有賣國 趙田也有賣國 劉思邦有沒有賣國 林淑瑞有沒有賣國 何欣楚有沒有賣國 好 莊瑞雄有沒有賣國 從過去到現在啊 潛艦是2019 2020的 這些案也都是在 過去三四年的案子 提案凍結預算等於賣國 我不接受 那我就不曉得 在這個選舉期間 請問你們面對這樣子的抹黑 你們沒有任何作為欸 如果 提案凍結預算叫做賣國 這些人通通是賣國 更何況 我們在第十屆第二會期 針對新式高架機的 凍結預算凍結案 是跨黨派大家一起凍結 看完這個案 藍綠五檔全部都在上面 怎麼不拿出來講咧 怎麼選擇性的揭露咧 請問法務部也好 我們相關的連政單位 在查查會選 查查影響選舉的單位 你們眼睛都瞎了嗎 還是你們眼睛有顏色咧 什麼東西遮蔽了你們的眼睛咧 為什麼可以任由這樣子的假訊息 你不斷的放在那裡 部長 我才問你嘛 是不是假訊息嘛 如果是假訊息 就應該要立即處理啦 我想我們會要求 所有的檢警調相關的機關啦 應該要了解 整個選舉 一定要秉持的公平公正來處理 好 部長你剛剛的宣誓齁 我認為非常重要 我今天為什麼很徹底看你們的報告 因為要看你們的決心嘛 你們剛剛講已經 三無限的決心啦 意思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讓這一次的選舉 是乾淨的選舉嘛 是不是 部長是不是 絕對是 你不要連這個都不敢講 不會 絕對可以做到 你一定是這樣 你結論就講得很清楚啊 你就是要乾淨的選舉嘛 所以針對這一些 你們所列出來的 那一些干擾選舉的樣態 我剛剛都已經拿給你看了 或許你講說這是個案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 如果 這些可以舉得出來的個案 現在進行事當中 你們都可以不處理 都可以視而不見的話 那你講的乾淨選舉 還能相信嗎 對不對 還能相信嗎 所以 我說 這個 這個是一般民眾都看得懂的啦 也不用欺騙大家 到底是不是乾淨選舉 有沒有抹黑 哪些是事實 哪些是假 對不對 這個 大家心裡面都絕對有一把尺 但是 當我們還相信司法的時候 就是司法 你們應該要進行相關的查查工作嘛 你們應該要進行相關的查查工作嘛 否則 所謂的 防渡匯選也好 公正選舉也好 公平 或者是乾淨選舉 就變成只是 空口說白話 本習在這邊 絕對就是論事 我也希望 法務部跟我們相關的司法單位 依法行政 該辦就辦 誤網 誤網誤眾 否則 今天的報告 所講的這些內容 真的 就變成空口說白話 而且 完全就違背了你們 在裡面所做的相關的宣誓 跟承諾 我覺得這絕對不是司法單位存在的目的 我們全力以赴 一定會 按照 部裡面的政策 來督促 所有的 選舉查查的機關 務必要公正 那 不管是 黨派 身份 地位 都要一律 要預法處理 好 部長你既然做這樣的宣誓了 那我們就看 你剛剛所講的 嚴懲 嚴查嚴懲就是最好的宣導嘛 那這個東西恐怕不是嘴巴講 大家也在看你們具體做了哪一些事情 然後真正維護了跟確保了這一次的公平公正 以及乾淨的選舉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江啟臣委員